美女主播吴宇书结婚10年后 先前公开了怀孕喜讯 如今怀孕将近7个月 她近日透过个人部落格 分享了日常生活点滴 并表示自从怀孕后 就收到许多正义魔人的批评 吴宇书透露自己喜欢穿以前漂亮的衣服 也强调在播报新闻时 会穿遮度的衣服 避免分散网友焦点 但却遭到网友留言教训 认为她应该穿宽松的衣服 才不会影响胎儿发育 丽娜傻眼表示 什么时候不穿孕妇装会影响胎儿发育了 难道孕妇就不能爱美吗 就算穿了贴身的衣服 也不会将自己累得不舒服 她谈言身为一名女主播 要维持工作形象和尊严 就算怀孕了也对外表有所要求 穿高跟鞋只是为了短暂的拍摄需求 在医生的建议下 且自己没有不舒服的情况下 根本不需要过度担心 呼吁大众尊重孕妇本人的想法 不要过度评价